我给自己换上人鱼尾巴 和美人鱼的长头发 假装成美人鱼的样子 哈哈 这下就不会被人找到了 嘿嘿 凯莉 你这样也太假了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你 看我的 我把自己涂成海草的颜色 躲在海草丛里 那 我也和美人鱼一样 躲在海草里面 且 你们这样 一点都不隐蔽 肯定会被发现的 喝了隐身药水 我百分之百不会被发现 我喝 我 我要把自己的衣服 换成蓝色的 和海水一样 游到海的上面 大家应该都藏好了 我要开始找你们了 让我用放大镜看看 大家都藏到了哪里 哈哈 反正安娜也找不到我 让我来逗逗她 咧咧咧 安娜是个大笨蛋 哎 我怎么好像 听到了白雪的声音呢 糟了 我忘记喝了隐身药水 也是能听到声音的 哦 原来是白雪 喝了隐身药水 出来吧 白雪 我就知道 你在我的面前 哎呀 多贵我大意 竟然第一个就被发现了 让我看看 其他人藏在哪里 哎 这个海草 怎么长得像美人鱼的样子 难道是 嘿 我知道了 出来吧 美人鱼 没想到 你竟然把自己 变成了海草的颜色 竟然这么快 就被发现了 我不玩了 哇塞 这里竟然有一条 这么大的人鱼 我要把他抓回家 让我妈妈给我做红烧鱼 不要啊 安娜 我是凯莉呀 凯莉 你真是太狡猾了 竟然变成了一条鱼的样子 天呐 竟然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哎呀 所有人都被安娜发现了 小朋友们 大家快在评论区 发送000 别让安娜看到我在哪里 这样我们就赢了 小野藏到哪里了呢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看到小野在哪里了吗 快在评论区 发送666 告诉我吧 安娜 你耍赖 竟然向小朋友们求助 我 我只是想快点找到你 那 这个捉迷藏 一定是我赢了 小野 你胡说 我找到了所有人 当然是我赢了 小朋友们 大家觉得 这场捉迷藏 是我赢了 还是安娜赢了呢 如果觉得是我赢了 就在评论区 发送222 如果觉得是安娜赢了 就发送333吧 对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费